HELLO 大家好 我是潔秘 B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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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们要开箱的到底是什么呢? 从这个外面的箱子是看不出任何信息的 然后就是一个黑色的箱子 然后有一个红色的沙发充满了神秘感 然后其实我要开箱的就是来自Shakami-chan的作品 来自Pokemon的玛丽 然后我之前也是有开过Shakami-chan的 多一个金戈工作室的Diva 然后我们废话不多说就一起来开箱吧 真的是很久没有安装这么大工程的手板 这个手板的话它就有两个沙发 两个身体 两个头标 真的是双倍的快乐 然后我们就开始安装吧 为了避免大家无聊 我就会将两个不同造型的手板同时进行安装 然后它上面有几座的话就是这个白色 然后螺螺螺非常柔软的一毯 这个跟之前的金戈工作室 Diva的造型是有点接近的 然后后面的话就是金戈工作室的logo 还有玛丽还有BKLOOK 然后它总共是做了188个 然后我们总共是我们的是第41个 然后大家有注意到这边有个A吗 因为它有两个款 一个是A款 一款就是我们的泳装造型 然后多一款是B款 B款的话就是裸体 然后我订的就是泳装 这边的蝴式雕花的这些部分都做得非常的好 然后我个人觉得就是皮质感稍微差了一点 其他的话我都还是非常满意的 好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玛丽的身体 始终工作室给予非常温馨的骑士 就是胸口蝴蝶结一段 请注意 骑士非常温馨 该段还是该段 我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那个非常异端的蝴蝶结 合作室其实讲的就是这一条 跟这个蝴蝶结这个地方非常异端 然后其实我有非常非常小心 可是该段的还是断了 然后经过我的妙手巧功 我已经帮它完美的修复了 然后其实肉眼已经是看不太出来的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身体 它的这个肤色涂装非常的漂亮 它就非常的真实 有一些斑斑点点 然后又用了一些粉色的印衣液装 将它的这些线条肌肉线条 都展示的非常的清晰 然后个人我非常喜欢的就是 它的这件皮夹壳 然后它肉眼看上去像是黑色的 然后在灯光照料下 它其实是放着暗蓝色的光 然后非常的有个性的服装 现在我们把它的脚跟手头 然后安装上去 然后 现在我已经把玛丽的泳装造型都好了 现在我们就来一起看一下 玛丽的原造型 现在已经把它的两个身体都放在沙发上面 我觉得身体跟沙发自己没有做固定的话 这个安全系数还是非常担忧的 所以大家在摆放的时候 或者移动的时候 要特别小心 以免它掉下来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会来看一下 玛丽的灵魂头雕 它这两个头雕的造型都是一样的 然后它的这个表情啊 真的是非常搓纵我 我非常的喜欢 非常的有个性啊 然后嘴角微微上扬 非常的屌 然后它的妆容也是非常漂亮的 然后头发的唇刺啊 锐度啊都做的非常的有唇刺 非常的先见风明 唯一我觉得就是 它的这个下面做的稍微有点浮快一点点 有点像蝙蝠的翅膀 好现在我们就把它这个非常有个性的灵魂头雕 安装上去 现在我已经把它的宠物宝贝安装上去了 莫鲁比克的话 它是双面Pokemon 但它在饥饿的情况之下 它就会变成为恶属性的Pokemon 就是这个紫色的非常秀狠的表情 但它在没有饥饿的情况之下 它就是电属性的非常可爱的表情 还有的话就是这两个 这两个的话你就可以很随意的放在 你自己喜欢的角度上面 然后这样的话我就已经把 这两个玛丽都安装好了 我根本是非常喜欢的 大家可以近距离欣赏一下它吧 又来到了我们的评分环节 又来到了我们的评分环节 还有这个玛丽值多少分呢 我个人觉得只要是Sakami-chan的作品的话 它都会把人物个性展现得 非常的有个性 然后非常的性感 所以它的作品的话我都非常喜欢 比如说之前进过工作室的Diva 我也是非常的喜欢 你们觉得 六六六 这个就是我最近全部的视频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请一定要点赞、分享 订阅我的频道 我是Gymie 拜拜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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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